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一个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今天想帮听众探讨一些 都可能经常见到 可能遇到的问题 如果处理得不好的 其实应该都会挺严重的 就是关于一些皮肤感染的问题 有时可能会发现到有些无狼炎 或者是一些折 或者是那些一块块的蛹 那样的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那些分类 因为可能很多时候 那些人就一个很笼统的 皮肤感染啊 但是应该就有不同程度的问题 那还有怎样在临床上 用同类疗法呢 可以处理得到 可以帮助得到 那相信呢 这些皮肤感染呢 有时那种形 即表现的情况不同的 有时有一种折 有时有一种 简单的无狼炎 或者有一种叫做涌 其实都是属于皮肤感染的 那通常呢 就跟那些金黄色的葡萄菌有关的 那症状方面呢 就无狼炎是一种感染的 会令到无狼发红 痛的 接触它会痛的 还有有一种肿胀的 这个就是无狼炎 那个折呢 折呢 我英文叫做 叫做 那个叫做 叫做 Boius Boius 我亦都叫做丁仓 那些人呢 是比较更加严重的皮肤感染 会形成更大范围的发疹呢 有时有些带血浓液的分泌物 那折肌虫呢 建在那个部位呢 是颈部 面部 乳房 和臀部 臀部 臀部的地方 那折本身也可以非常之痛的 尤其是对那些按压呢 就特别痛 那如果你生在臀部 就很麻烦了 因为你不太坐得 是 所以形成一个很困扰的问题 那有些时候呢 又会成大堆的 即它不是一个的 很大堆的字呢 形成一个大面积的感染的部分 那就 好了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 严重一点 就是 成大堆的字 那就 深一点的 它是深入的组织呢 那我们就叫做 涌 这个字都挺难写的 涌 那涌呢 那时候呢 就可能出现有疲累和发烧的 那它们的预合呢 就比较慢了 大血呢 那个浓泡的组织会脱 可能造成那些疤痕的 那就可以这么说呢 就是不同的形状呢 是可以出现这些这样的程度 那就是无浪然 我觉得是比较上最简单的 那接着呢 那接着呢 就比较严重一点 那接着呢 我们就叫做 咬咬咬咬 就更加严重的 好了 那 那 那 有什么病发症呢 那这是皮肤感染啊 那可能 可能严重到呢 令到全身的血液都感染的 那我们简称为 叫做 敗血病 Septicemia 那敗血症的症状呢 通常会有发高烧 还有呢 气官呢 是受损的 那敗血病呢 也可能呢 引致致命 而感染的部分呢 如果向心脏伸延的话呢 出现一些红色的条纹呢 那就是说呢 这个就是敗血病的危险的讯号来的 所以是立式求医的 OK 就是这种这样的 一种红条下 那这个就已经是 就是深入那个血管的了 好了 留意些什么呢 那第一 留意那个患部的发炎 和肿多少呢 对不对 那还有受感染的地方 是不是有些变色呢 如果有的话呢 是什么颜色呢 那 患处是一个很硬呢 还是还是软的 还有没有浸一些浓液呢 或者那个浓囚的液呢 是混熟的呢 或者血清透明的液体呢 那受感染的部分呢 因为附近有没有淋巴结脏大了呢 那还有呢 还有呢 手臂或者腿上呢 有没有红色的条纹呢 因为红色的条纹呢 是比较一种大血病的迹象来的了 那如果有没有发烧 如果发烧呢 那个发烧多高呢 这样 好 那在同一个疗法里面呢 我们呢 就简单的指引一下 如果出现那个皮是厚皮的 有滲出物的 还有黑色的泡疹呢 那用什么呢 是碳椎毒 你看碳椎就知道了 很害怕的 碳椎是一个很严重的病来的了 但是呢 碳椎病本身就是有这样的症状 但是有时候呢 那个病是只不过皮肤感染而已 那如果是有甚至黑色的爆疹呢 黑色的爆疹呢 是碳椎毒 Amphysenum 好了 如果出现呢 又小又红 有些绘扬性的幽疹 和赤痛的感染呢 那我们 又小又红 那我们可以考虑的是新 即是Arsenicum album 尤其是当患者呢 他人很紧张 很害怕青啊 很不安呢 那这个是新的表象来的了 好了 那如果当患者呢 你检查患部的时候呢 尖叫起来 即是很痛的 你不能碰到的 那就考虑呢 流化钙 Hipposopharet Hipposopharet 流化钙 Kalcium收发 好了 如果患的感染的部分呢 呈现指蓝紫色 或者牵向于左边呢 就考虑南美蛇毒了 Lecasus muta 南美蛇毒 左边紫色的 好了 如果患处呢 是兼有蓝纹的分别物 出汗和口臭的口气呢 那就用什么呢 考虑呢 就是熔拱 Mercurius or Labellus 口气虫 臭的 汗臭的 好了 如果患处呢 是出现呢 是因为指甲内身 而搞出来的感染呢 首先考虑呢 就是直肚 就是插指甲 指甲插入肉 这个是直肚出现浓 好了 预期效果是怎样呢 和疗剂呢 可以刺激身体对感染的防御 令到那个折啊 或者蛹呢 快点 復原和消退的 那折和蛹呢 应该是 一到三天里面 都应该有改善的 如果是那个 那个疗剂是直肚 SILICA呢 那个 那个存育时间呢 通常比较久一点 可能要到七到十四日 因为直是比较慢一点的 那个疗剂的那个 那个action呢 那个作用呢 都是比较慢一点的 所以可能比较难一点的 但是有些需要的时间很长的 同来呢 就是不能够彻底根治呢 比如我发现有些病人呢 其实他生了很多疗剂的了 哈哈 很多疗剂的了 那么呢 这种情况之下呢 当然你都可以试 我刚才所建议的那些疗剂 如果都是不行的时候呢 那就要找一个 和正正式式合规格的 同学疗剂的医生呢 帮你就是跟进处理的了 哈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呢 有些时候呢 真的都要很长的时间的 因为他呢 很多十年 很多年来呢 是永远呢 是不断地复发 不断地复发 那么这个疗剂的应用呢 都要有一个 都要有一个 一个过程的 那一般呢 你们呢 就未必能够够处理得到的了 好了 那么除了疗剂呢 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那么 简单来说呢 就用一些濕烈的毛巾 那个无狼盐 那个和折的部位 那尽量呢 是避免那个 那个 那个 头部呢 是受到感染 那可以用那个 紫椎花 和甘蔭草 这些丁剂 或者粒剂 都可以用 那这个呢 可以呢 刺激免疫系统 对付这些感染的 这个很简单的 很多人都自然疗发里面呢 很多绿双电 一直都有这些 简单工具 记得 维他命A 每日呢 就25000的 国际单位IU 或者胡萝卜素 β-carotene 那每日大概 50000的国际单位IU 那还有维他命C 那每日三次 每次大概 1000的毫克 就是分量比较多些 在这个阶段 接着用升 每日大概30的毫克 好了 个别的尿剂介绍 OK 那第一种呢 就是碳椎毒 Amphrax 即是一个碳椎毒的 本身里面 制造出来的尿剂 通常呢 它的阵型就是 黑色和蓝色 那些波的阵型是很肉酸的 黑色蓝色的 那还有 起水泡的爆疹来的 一堆堆的折或者蛹 连续一大块走出来的 眼皮和 或者眼皮没什么出疹的 那种疼是难以忍受的灼痛 灼痛 消痛 还有很难闻的浓液 那这个就比较是 看上去都肉酸的 黑色的 那些 这个就是碳椎毒 这个Amphraxenum 这个尿剂应用的地方 接着就是 新的就是 Asynicum album 即是白山埃 那通常是肿痛的 黑色的浓泡 或者充满血液的浓泡 通常呢 又细又红的 粉刺的绘扬 有些蓝蚌带血的分泌物出现 那人呢 就是繁躁不安 还有他痛楚是一种 灼痛 记住啊 热的灼痛 这个是新的主要的症状来的了 那通常呢 病者呢 就通常觉得很口渴 喜欢喝点暖水 但是呢是细淡细淡的喝 就不是大胆的喝的 那什么情况会差呢 5间到凌晨2点钟的时间差 冬的空气 冬的饮品 冬的食物 即冬的东西是令它差 什么令它好呢 热 热肤 暖的食物和暖饮 是会令它好些的 这个身就是这样的了 接着就是 流化癌 Hepasophorus Calcium Sulfide 流化癌 折是很痛的 尤其是 尼玛它都痛的 OK 还有有时候呢 是可以帮助你呢 排出折里面有些异物 有时候呢 你的皮肤感染 就因为有些异物 就很惨了下去 那么呢 用这个疗剂呢 可以将异物是排出来的 那我记得我曾经呢 有一次呢 有个病人来 那他呢 他的问题就是 他那个有乳骨 刹到喉咙 那我记得他打电话来的 就问我们 处不需要这个问题 那我来处理的 跟着他来到诊所呢 那原来呢 他就去了急诊室 就等了很多钟头 等不到 就想着 找个诊所做就算了 对不对 那他来到那个诊所之后呢 那我帮他检查了之后呢 就问了他的东西 就给了一个疗剂 他就打发他走了 他说 是这么多的了 你不是帮我 不是帮我 不是帮我在喉咙那里 打开头 你拔他出来呢 我说我不是 我不是这样用这个方法的 那我就给了一个疗剂 给他 那他好像有点怀疑的态度 那我就给他吃了 那他说呢 跟着他就 好像打电话跟我说 他说出去没多久 那个鱼骨已经脱掉了 那就是说呢 是可以处理这些疗剂的 有些异物在身体插进去 那样 那对痛楚寒冷非常敏感 就是又怕冷又怕冷 那两样都有的 那还有呢 那有时候呢 比较上会生气和敏感 那把这个病人看到呢 当时可能在医院那里 要他等下他 他不喜欢了 是不是 立即过来我们的診所 那样 那所以性格也是这样的 比较敏感容易生气的 那浓囚的浓液 那些严重的呢 你看到那些农是农液 还有分泌恶臭的 有酸味或者痴死味的 那种痛呢 好像比针刺那样痛的 风吹会差 暖就会比较好 怕冬 好了 另外一种就是南美蛇毒 Legasus muta 那通常这些哲是有 纸蓝色或者黑色的 很多农液的 那症状呢 偏向于左侧比较多些 他人比较敏感 多话说的 那你会看到这些 就是这些毒液 就是医毒的问题 好了 接着就是溶拱 Mercurus solubilus 溶拱 有时候呢 叫做Mercurus vivex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有时候不同的名字 但其实呢 用起来是差不多的了 好了 通常呢 他的哲就发炎了 有灼痛 还有痴痛感 还有呢 很快就化农的 那这些哲呢 很容易裂开 形成绘扬 和排出一些恶臭的浓液 那水人的人呢 就比较上 是性格上比较多疑的 有口气重 汗水和分泌物都恶臭的 那人呢 就会震震一下震震 像水人那样震震一下震震一下 还有出汗和流口水 他平时呢 很喜欢吃面包和牛油的 那什么令他差呢 总之温度呢 热也好 冬也好 都不行的 水韩呢 对温度很敏感的 两边都不行的了 还有口气比较重 那些浓的化出来 都是比较脏的 好了 最后这一种呢 就是直肚了 Silica Silica Terra 直肚 那通常呢 或者蛹呢 通常呢 是很臭 就是恶臭的浓液来的 那也有时候呢 因为组织有义物 引起感染 就是有时候 插了一些 手指啊 插了一些刺 接着就会化弄了 那严重一些呢 是会 琳巴都可能会肿起来的 周遭的琳巴 那这个的蛹呢 可能呢 是深入 那个组织里面的 那也都有义物啊 譬如碎片啊 或者 那个指甲向内 塞了下去 那指甲向内 就是一种义物啊 这种物质是挖在指甲的肉那里 那这种这样的 那这个就是直肚的 那还有呢 这个直肚的感染呢 通常呢 康复比较慢的 因为直肚的本身那个疗剂呢 那个活力呢 这个action呢 是比较慢一点的 所以呢 直肚可以都可以 但是我自己的经验试过呢 都 所谓慢呢 都是一两天的 不是真的那么慢的 这几个疗剂呢 我都用得过 经常都用的 用得不错的 疗疗疗疗法 是这种的 所谓这种这样的 皮肤感染呢 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那如果你不用同样的疗疗法呢 我想一般的西医呢 就用什么呢 就是抗生素 是不是 大量抗生素 那还有有时候呢 它就会帮你刺穿它 刺穿它 就是那些脓 放脓啊 那我觉得我们不用的 我们经验呢 你不用刺的 你给它疗剂它呢 它就会帮你的脓子 它就会帮你的脓子爆出来 而物质自己会逼出来的了 ok 所以这个皮肤感染啊 这方面的问题呢 同样的疗法呢 是非常非常之好用的了 嗯 好啊 麻烦一下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听下去就是了 有时候这些呢 都不知道了 比如好像刚才 解释了几个的症状啊 听起来好像无狼炎啊 或者是 会简单一些 但是原来呢 其实处理得不好 或者是过了治疗黄金期的时候呢 可能会去到一些比较严重一些 刚才说过 去到一些败血病啊 或者是出现到 攻击心臟啊 各方面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是利用了一些的同类疗法 你认识了的时候呢 也都是常避了那些的疗剂 有鼻毛患之余的时候 我们的疗剂那些套装里面呢 也都会包含了个个人护理那个秘笔 那你了解了之后的时候 遇到真的这些问题 可以就是及早医治 也都可以呢 是不需要引起那么多的后遗症 也都大家不需要呢 是受那么多苦了 我们建立了这个自然疗法与你的平台 给大家 让大家可以认识多些 不同的方法 是自然医疗 或者是同类疗法 去处理各样的身体的问题 那就可以呢 不需要说呢 是每次都要引起的后遗症 而我们也都准备了一些的 很全面性的同类疗法的套装了 在我们六创二健康电话 已经是准备好 已经有得出售的了 那只要你尝备了这些疗剂 知识学了 需要的时候 可以马上运用到 就不需要再去拖延 令到那个问题复杂化了 或者更加难处理的了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想查询关于同类疗剂 或者其他健康产品的 可以联络我们的六创二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在我们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找回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好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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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